大家好,我是韓國留學通網的專制講師李珍炫 我們已經學習了第一節課,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什麼幫助 如果你有什麼要求的話,可以通過網站留言告訴我 我盡量配合大家 好,今天我們開始第二節課的練習 首先還是單詞的複習 옆, 어디, 앞, 안, 속, 위, 밑,下子 근처, 걸다, 넣다, 놓다, 사이, 올려놓다, 있다 家園, 경찰서, 공원, 극장, 대사관, 노래방 下一個字課 現在我們進行一些單詞的練習 首先有四個單詞,大家選擇 第一, 놓다, 걸다, 있다, 근처 第一個字課 手指,手指,請放在桌子上 二,學校 二,學校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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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我們一起看電影去吧 這裡我們需要說一下 呃,面 面 它是表示一個假設 볼러 가자 볼러 가자 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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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러 這樣的意思是一個 表示目的 下一個句子 옷걸이에 코트를 놓았는데 어디로 갔지 我把大衣放在了衣瓜上 可是哪兒去了呢 근데 表示一個轉折的意思 앞 밑 멋지다 물건 用這四個單詞 進行下邊的天空 一 영의 지우개가 책상 으로 떨어졌다 영의的橡皮차 掉到 書桌 下邊去了 我們之前 說過 으로 是一個 表示工具 手段的 介詞 但是這裡邊 又表示 方向 영의 지우개의橡皮擦 掉到 書桌 下邊 去了 第二 제 括號에 키가 큰 사람이 앉아서 영화가 잘 안 보여요 我 前邊 做了一個 個子 很高的人 所以 電影 沒有看好 表示一個 因果 關係 三 수박 수박 밖에 놓치 말고 냉장고 안에 구하 으세요 西瓜 西瓜 不要 放在外邊 要 放在 冰箱裡 L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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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和字體都很相近的兩個單詞 它是有一定的方向區別的 Lotta 是 放進 什麼裡邊 Lotta 只是放在 平面上 所以 我們要放進冰箱裡 當然要選擇Lotta 下一個句子 어제 밤에 은 소리 때문에 잠을 잘 잘 수 없었어요 昨天晚上 因為 什麼樣的聲音 所以 沒有睡好覺 시끄러운 시끄럽다 은 形容詞 標記 選擇題 1 영화가 재미있나 봐요 括號에 사람이 많아요 電影應該很有趣吧 應該很有趣吧 所以 什麼地方的人很多 A 醫院 B 市場 C 학교 D 극장 電影很有意思 當然是 電影院 극장 人 很多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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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물건을 붙이러 括號에 갔다 왔어요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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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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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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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 那么 放在抽屉里 放到抽屉里 A 个打 B 乒打 C 打打 D 可打 我们说放在东西里边的时候 需要用乒打 然后D 有呃发音 它应该是一个不规则变化 D 乒乓 五 P 乒乓 P 乒乓 D 乒乓 O 手 O 手 O 手 我们需要在单词里边 发现需要跟它配合的词尾 P 乒乓 P 乒乓 房间太怎么样了 所以把灯打开了 A 抬打 B 托打 C 托打 D 打得打 房间太灰暗了 所以我们需要把灯打开 A 抬打 下面这些句子是需要我们找出反译词 2 手机在床上边吗? 2 手机在床上边吗? 二 一 주말에 집 안에만 있어요? 아니요 口號에 자주 나가요 안 里边 里边的翻译词应该是 外边 第二组 일본 친구가 있어요? 有日本朋友吗? 비 아니요 口號 어유 아유 我们刚才说一定要找出 单词里有没有 아或者 오的发音 A 많다 비 사다 시 없다 디 적다 있다 有 이따的翻译词 我们当然要想 选 없다 没有 二 방이 어두워요 B 아니요 어둡다 暗 灰暗 黑暗 那么暗的翻译词应该是 A 팔다 B tolop다 C 비싸다 D 편하다 我们选A 팔다 很亮 下面几个句子 是需要找出 画线部分的 近义词 A 영희씨 집이 여기서 가까워요 가깝다 진 B 네 이 口號 이에요 가깝다 的 진 是 有什么呢 A 근처 B 밖 C 안 地 위치 가깝다 很近 A 和A 的 근처 附近 是一个 相近的意思 R A 가방 속에 뭐가 있어요 書包 里边 装了什么 B 아무것도 없어요 那么我们 需要 调译一下 속 的 这次应该是 按 里边 下一组 3 哦 핸드폰이 아래로 떨어진 것 같아요 B 내가 책상 코앞 에서 찾아볼게 아래 有一个 向下的方向 向下 那么 向下的 记词 밑 下方 B 위 西 밖 地 옆 这里边 有一个 句式 什么什么 个 卡 大 好像 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 所以 B说 那 我就在 手桌 底下 帮你找一下吧 A A 학생들이 아무 말 없이 앉아있네요 B. 곧 시험이니까 과하게 기다리고 있는 거예요 아무 말 없이 什么话도没有 什么话도没有 应该就是 조용하다 B. 재미있다 有意思 C. 편하다 D. しっかろった 所以我们选A. 조용하다 这里面 我们还需要说一下的是 怎么怎么样 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做什么 所以应该是我们这句话是 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在等着呢 因为 马上就要考试了 表示一个 原因 下面是找出这些句子中 使用错误的 A. 안은 깨끗한데 밖은 더럽네요 B. 비가 오니까 누가 밖으로 들어가세요 밖으로 들어가세요 C. 날씨가 좋네요 B. 밖으로 去外边 表示一个方向 下雨的话 应该当然 把人 需要请进来的 所以 B. 是一个使用错误的句子 B. 白色的说明 B. 白色的字 R. 白色的字 B. 白色的字 语字中的单词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一句 Lotta Lotta 放 我们之前区分过他和Lotta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Lotta是放进去 Lotta 只是放在平面上 B Opta 没有 C Itta 有 D L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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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里边了 那么 A Piao ge Sajin L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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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照片 是要挂在墙上的 所以只是放在平面的照片 应该是上不到墙上去的吧 A 是一个使用错误的方法 下一个 3 E med B B 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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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那么这四个句子 哪个是使用不恰当的呢 地 我们看地的意思是 空气が 아주 音哟にか 表示英国的原因 空气很 灰暗 所以怎么样呢 気分にサンケアネヨ 我们知道サンケ的意思是 轻快 空气很灰暗 所以心情很轻快 这是一个明显的 搭配不当的例子 四 여기에 中国인들이 참 많아요 b 색깔이 좀 어두운데 밝은 색은 없어요 c 아이들이 모두 큰 소리로 말하니까 없다 没有 我们看 없다 后边有一个 는데 는데 表示一个 转折的意思 那么 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c 为什么呢 아이들이 모두 큰 소리로 말하니까 중요하군요 英国 英国 孩子们全体都用 使用大的声音 说话 所以很安静 这是一个搭配不当的 所以第四题我们选c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对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留言给我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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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